大家好,这是一个特别课室,它能帮助同学们快速上手Avada主题 因为第一次接触Avada的同学容易在安装环节卡壳 安装环节的坑实在是太多了 加上这个Avada主题和Wordpress都是国外的产品 在使用习惯和逻辑上与我们常见的系统有很多的区别 想好好体验Avada主题,至少要从demo演示站安装完成之后开始 那么安装demo之前需要过很多门槛 比如主题的购买下载,上传安装,申请密钥 安装插件,安装demo,汉化等等 这节课就是帮助大家过这些门槛的 为了帮助到更多的同学,这课时是免费的 从零开始一直到demo安装结束 这是一个简要课程,帮助大家快速预览 尽量多提示一些干货,不详细展开 我在Avada课程后面会详细讲解 下面正式开始 第一步,Avada主题的购买和下载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从SIMForest这个平台上购买Avada商业授权 SIMForest这个平台,注册时需要翻墙才能看到谷歌验证码 需要帮忙免费注册的同学可以联系我 购买之后下载Avada主题原码 下载那个5兆的主题包就可以了 完整包有几百兆 下面那是商业许可证 这两个可以等以后需要的时候再下载 第二种方式 从我的网盘上获得这个5兆的安装包 网盘上还有一些可选的目录 这个后面会讲到 第二步,需要准备域名、主机并搭建好WordPress 获得WordPress原码 要注意从WordPress官网下载 WordPress官网的域名后缀是.org 不是那个.com 把WordPress原码上传到主机解压 我用的是宝塔Linux面板 然后从前台安装我的Price 安装时需要提供数据库权限 安装完成之后登录到WordPress后台 然后再检查WordPress前台 当前是WordPress默认的主题 第三步,主题上传 有四种方式演示一种 直接在主题里上传这个5兆的安装包 前提是你的主机限制 上传那个尺寸要够才行 上传之后启用主题 前台预览 现在有R的主题的样式 但是没有内容 如果你的主机文件上传大小有限制 请用其他办法上传主题包 有四种方式可以上传主题 请看我们的WordPress基础课 这是免费的 第四步,申请Avada密钥 并注册Avada 获得密钥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在Avada的注册页面 根据下方的提示申请 申请时需要登录已购买Avada主题的 那个Invato账号 然后给新密钥命名 然后再授权几个权限 默认勾选的那几个权限就可以 然后会生成一个密钥 就是一串英文和数字 然后把它复制出来 要单独保存好 以后看不到这个密钥的内容 我们可以给这个密钥修改权限 也可以删除 还可以创建新的密钥 第二种方式 用我的Invato账号 生成Avada密钥 这个密钥放在了网盘的DOC文档内 大家直接到上面获取 这个密钥会不定期更新 新密钥还会放到这个网盘上 并且会在公众号里边发通知 公众号是WPVIDEO 另外说一下 我提供的这个指示密钥 不含商业授权 仅供学习使用 不能用于商业 Avada的商业授权是60美元 对应一个网站 无时间限制 但是有数量限制 理论上一个授权 只能用于一个网站 第五步 安装必要的插件 有两种方式 演示其中一种 第一种方式是在线安装 有两个必须要安装的插件 Avada主题的运行 依赖这两个插件 还有两个幻灯片高级插件 需要注册Avada以后才可以安装 是Slider Revolution和Layer Slider这两个 提示一下 Slider Revolution这个插件 安装启动速度很慢 另外还要说明一点 你的网站主机 它的PLP版本最好是7.0 最低不能低于5.4 否则运行Avada编辑器会出问题 另外不要使用Windows主机 如果你的主机不能在线安装插件 我的网盘上提供了这些插件的安装包 大家可以手动安装 这是第二种方式 第六步 安装demo演示数据 有两种方式 演示一种 第一种方式也是默认方式 是在线安装 安装之前需要注册Avada主题 在线安装demo时间非常长 因为它要从Avada的服务器 搬运几十兆甚至一百多兆的数据 到你的服务器上 需要时间很长 Avada现在有35个demo 这35个demo每个样子都不一样 每次只能安装其中一个 如果觉得不好 或者是安装demo失败了 先用Reset复位插件 先把Wordpress复位再安装新demo 在线安装demo失败 主要原因是主机环境的参数不够造成的 我把以往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阿里云ECS服务器 默认系统配置的那个环境 安装demo会失败 如果安装了宝塔Linux面板 需要先进行调整参数之后 才可以正常安装这个demo 具体调整方法 在我们的宝塔Linux面板教程中介绍过 阿里云的虚拟主机 可以正常安装demo演示 但是也有一个要注意 阿里云的虚拟主机要先把这个PHP版本调到最高 至少要5.4 然后再把数据库的加密方式改成41位加密才可以 如果不能使用在线安装 可以选择第二种方式 手动安装 手动安装demo需要一个插件和demo的数据包 这两个在网盘上都有 安装教程一共有9个步骤 阿里云的官方提供的 都是英文的 我把截图放到了阿里云的原码的DOC文档里 手动安装的视频教程 我放到了阿里云的教程里 以购买过阿里云的教程的同学可以看 demo安装好了 阿里云的主题选项里有一个提示 这是一个小bug 顺便解决一下 有一张背景图片是从远程调用的 不在本地 重新下载上传一下就可以了 第七步 阿里云的安装中文语言 有两种方式 介绍一种 阿里云的主题自带中文字库文件 但是里面翻译的词条非常少 建议大家使用我提供的汉话包 或者字形汉话 购买阿里云的教程的同学 在第一课里面有汉话包的网盘地址 没有购买阿里云的教程的同学 可以到淘宝店去购买 第一种方式是用FTP软件 或者是主机的CP面板 能够上传文件就可以 那个PO文件是原文件 可以不用上传 那几个MO文件上传的目录不同 我演示的是主题MO文件的上传 这个文件上传之后 Avada的主题选项和Avada的面板 都变成了简体中文 剩下的MO文件上传路径 具体看一下网盘上的文档说明 第二种方式 同学们也可以自己去翻译PO文件 我们也有这方面的翻译教程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次课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